酒楼里面的金沙蝦 为什么可以买到88元一碟呢 今天就等我来教大家 78元一斤的蝦去头去脚 再开背 清理干净之后再灑点生粉上去 用半煎炸的方法 煎到两边金黄色捞起备用 记得以前做金沙蝦 用四五只咸蛋黄才做得到一碟 现在就方便了 只加入两匙匙咸蛋黄酱 用小火煮开它 见到它起了啪啪好像金沙 金沙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了 倒入大虾用小火煮几下 这样就可以了 咸咸湿湿湿 真是好吃的 都看到这里了 帮我点个炸鲜酒 行不行 有时不知道吃什么 做一个炒盒菜 全家人都喜欢吃 首先水滚将红薯粉煮淋 再倒入碗里调少许老抽 先将鸡蛋炒熟留起备用 之后爆香葱蒜辣椒 加入芽菜炒出香味 再倒入红薯粉韭菜和鸡蛋 调味给生抽蠔油 跟着大火兜它五六七八下 这样就可以了 都看到这里了 帮我点个炸鲜酒 行不行 最近我相信大家日日都吃肉 吃到怕了 今天教你做一个泰式柠檬鸡脚 酸酸辣辣 越吃越过瘾 先将猪手冬水落锅 加入姜葱 香烟八角和米酒 小火煮它半个小时 之后再过凉水瓶干它 加入蒜蓉 洋葱 紫天椒 五片柠檬 一只爆香果 芫茜 和这包泰式蜂蜜汁 搅拌它 热它两三个小时 那就吃得了 这么辛苦都看到这里 帮我点个炸鲜酒 我祝你开年行大运 年头黄到年尾 新蒸头做一个年糕来吃 寓意步步高升 非常有意头 年糕最好用水磨的 无论是放汤或炒 都是这么好吃 先将五花肉炒出油花 之后再加入鸡蛋炒香炒熟 跟着加入冬菇 红萝卜 些少料酒增香 记得要加入滚水 这样的汤才够浓够白 再倒入切好的年糕 调味给些盐 山抽 胡椒粉 煮它五分钟 每日都用心教大家做菜 真是年头做到年尾 只希望你给个点赞鼓励一下 多谢大家 最后给些大蒜煮均 这样就可以了 暖糯好吃 简直试试吧 年夜饭 吃了这么多热气东西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清凉下火的饭后甜品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苹果 将雪梨切开它 倒入沙窝用600克水 小火煮它一个小时 之后加入菊花 杞子 红棗和冰糖 再煮多10分钟 撈起甲渣 三火加入30克白凉粉 快速搅匀 再倒入杯中 冷凍它就会自然凝固 吃之前加点牛奶搅匀 清热润喉的雪梨果冻就搞定了 这个新年就不拍热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